龙兄弟 您那里还有其他魔宗脉吗 像碧绿双刀膜这种 现在真的很难找 我也只有这一只 你要碧绿双刀膜干什么 马上就知道了 你们看 第一剑拍屏 林大师出品 碧玉护体丸 三节巅峰丹药 林大师 林大师 红头发现个 大荔枝 是你 赖喊们头身染绿萌 怀里胡兽 是不是想敲诈啊 玫瑰 咬它 看你还敢乱说话 是你 大荔枝 没想到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太巧了 坐 姐 坐 算了算了 不跟你计较 不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再见面 龙兄弟 咱们真是有缘啊 我倒要看看 这个油枪划掉的家伙 打算干嘛 服用这枚丹药后 能迅速增加五百点灵力的防御值 持续十五分钟 五百点防御 如果有这枚丹药 当时面对碧绿双刀墨 根本就不会受伤 起拍价 一千金币 竟拍开始 我要了 一千五 一千六百五 一千七 一千八 好了 一千八 一枚丹药 竟然能拍到一千八 难怪多数魔药师 是最富有的职业 一千八 三次 成交 天 才一千八 上次都有两千呢 看来我要少卖一些了 互以稀为贵 本大师留着档糖豆吃 也不便宜他们 龙兄弟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三颗碧玉护体丸 就是你的了 三颗碧玉护体丸 六千金币 只为了一个回答 什么问题的价值这么高啊 问题很简单 那只碧玉绿双刀膜 真是他们杀的吗 就这 我不是回答过你了吗 我想再听一次龙兄弟的回答 那我也再说一次 那只碧玉双刀膜 确实是我们亲手所杀 很好 成交 灵溪 刚才的问题可不值这个价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大家交个朋友嘛 都是要一起参加 猎魔团选拔赛的人 而且我还有事相求呢 胡烈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怎么 想提前贿赂竞争对手吗 姐姐 贿赂这么严肃的词 可不能随便说 而且 我真的只是想跟你们合作而已 你们应该都知道 进入猎魔团选拔赛决赛的六十人 将随机组成十支猎魔团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 决赛的前三名 都有选择一名队友的权利 所以啊龙兄弟 如果你最终获得了前三 我希望到时候 你能选我作为你的队友 还说不是贿赂 假如我弟能进前三 他肯定选最厉害的人当队友 凭什么要选你啊 本大师可也是魔法殿第一天才 凭实力出名 这叫强强连手 龙兄弟 我真不是贿赂 我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想要的 就是你这么一个好兄弟啊 可你怎么肯定我能进前三呢 立即猎魔团前几名 几乎都是五阶强者 我不过才四阶 昊玥 你想要那个 这件拍品看起来不起眼 但连最权威的鉴定师 也无法确定它是什么 石球内可能是无价之宝 也可能只是一块普通的石 起拍价一万金币 一万金币 这太贵了吧 请各位贵宾深思后再出手 一旦拍出 盖不退货 不退货 你认识 这面积什么 是 是 有哪位贵宾 对这件拍品感兴趣吗 龙兄弟 你的魔兽伙伴看起来 很想要这个石球呢 一万金币 一万金币也不多 我帮你买了吧 就当奠定我们合作的基础了 六号贵宾出价一万金币 一万金币一次 这位大姐你怎么能解糊呢 你叫谁大姐呢 我们才不用你的钱 弟弟 别忘了 我们有加入的 一万金币三次 成交 这枚神秘的石球 归六号贵宾所有 为了这小魔兽 愿意花一万金币 什么来头 奇了怪了 这小魔兽身上也看不到任何信息 他 居然有永胜眼灵卢 这对同队伍的魔法师而言 可意味着生命守护啊 龙兄弟 我是真的希望你能选我做你的队友 银欣 你怎么就能肯定我能进前三呢 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 聚灵丹 五阶以下 每天服用一颗后修炼 可多得十点灵力 回灵丹 任何情况下服用 十秒内恢复两百点灵力 爆灵丹 瞬间提升百分之百攻击力 持续十秒 这小子 居然能练出这么厉害的弹药 兄弟 这些弹药单个售价 起码都是上万金币 算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现在我都送给你 配合我这些弹药 你一定能冲进前三 而且 你就算进了前三不选我 会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吗 所以 你说到底我只是和自己赌一场 这样你就放心了吧 姐姐 付出这么大代价 你就只为我一个承诺 没错 我相信你 好 那我也答应你 你